谁来给这老巫婆一巴掌 她居然污蔑一个好人是杀人犯 这因为地上躺着一个死人 村民一拥而上 恨不得把男人给生吞了 而那个真正的凶手 却趁着混乱 偷偷从后窗 爬上屋顶逃之夭夭了 原来这是个贼恶心的村庄 里面仅仅住着15个人 却都长着1600个心眼子 每天抢着做肮脏的事情 别看这个女人在勤劳的扫大街 可实际上 她是想偷邻居家的果子吃 这个牧师每天都来教堂祈祷 可她却是为了喝一口二锅头 晚上后又去牢房 祈祷犯人赶快死 这样就可以去墓地里超度 趁机偷喝二斤 82年的老烧 恶霸看似有个美好的家庭 可她总嫌弃妻子做的饭不好吃 还好吃烂做 总是想偷盗别人家的财产 而妻子根本不想管她 因为她也背着恶霸 早就找到了相好 直到这天 恶霸终于控制不住自己邪恶的贪欲 她拿了一把梯子 搜紧爬上了那个家徒四壁的房间 果然里面有个装满金子的箱子 为了占为己有 恶霸一把就把老头扔出了房子 占尽便宜得来的不义之财 尽管拼命的装求 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这一幕恰好被眼镜男看到 他想去查看发生了什么 却被一个长蛇妇砍到 不分青红皂白的就开始说他是杀人犯 很快眼镜男就被送进了牢房 他成了替罪羔羊 而那个小偷又装作好人 亲手埋葬了老头 可他做梦也不会想到 他的报应也是来得飞快 第二天 女人趁着村里人不注意 偷偷给了男人一把大砍刀 眼镜男赶紧开始挖洞 好不容易从里面逃了出来 却很快就被村里的人发现 幸好眼镜男足够激紧 立马爬上了屋顶 眼看就能逃出村子了 却被恶霸小偷发现 为了让眼镜男永远的被黑锅 恶霸一把抢下了他的眼镜 想除掉他 万万没想到 却被眼镜男一把推下了屋顶 摔死了 一群蚂蚁迅速爬到了他的身上 等到白天 他就只剩下了白骨 村里人以为是眼镜男死了 一场乐子被中断 他们非常的失望 但实际上 真正的眼镜男 已经带着那群金子 和女人逃离了这个村子 那你们猜 这里谁是好人呢 别看女人白天是个性感冷艳的明星 可到了晚上 她却变成了奇丑无比的老巫婆 原来女人已经80岁了 却整天幻想着自己能够重返18岁 于是她决定去整容 女人整整花了5个亿 才把自己整得满脸绷带 虽然每天都不敢出门见人 但她却依旧每天坚持化妆 幻想自己变美后的样子 直到七七49天后 女人第一次拆开绷带 她却傻眼了 没错 她的第一次整容就失败了 脸不仅变成了陶瓷 而且五官也开始扭曲 女人想赶紧补救 于是拼命的在自己包里翻找 因为里面还有一些高价 反老还童的药剂 可包却不小心掉到了楼下 终于在她疯狂的翻找后 找到了一只 反老还童的真迹 女人不顾危险的疯狂注入自己的皮肤 下一秒 女人果然奇迹般的变成了十八岁 不仅拥有曼妙的身材 漂亮的脸蛋 就连歌声也变得更加动听 女人仿佛拥有了全世界 正当她得意的时候 突然 女人就把自己的雕像碰到了地上 更随着雕像的破碎 女人的美梦也被击溃 原来这一切都是梦 她不仅没有重返十八岁 反而变得奇丑无比 不仅皮肤上的皱纹爬满了整张脸 看着和魔鬼一样 女人崩溃至极 她已经为了整容清净了所有家地 等待她的也必定是凄惨的后半生 看完的小伙伴 你们还敢整容吗 这个倒是每天要吃一百顿猪肉 可她从来不买肉 却顿顿都要猪肉吃 而且每次巡游回来 家里都会莫名其妙的多一头猪 妻子看到后又都会痛哭不已 这天倒是又要出去巡游了 临走前祝福自己的徒弟 千万要看护好一条小船 随后她就出门了 可刚走出去不远 就遇到了狂风暴雨 小船差点沉入海底 原来是她那坑爹的女儿 正在拨弄小船 徒弟见状赶紧上去阻拦 可小女孩就是不听 下一秒 师父就闪现进了门 但她并没有责怪女儿 而是直接收走了小船 还把徒弟臭骂了一顿 怪她没有尽到责任 说完到时就转头 要再次出去巡游 可就在这时 师娘拿着一串糖葫芦 走进了房间 叫小女孩拿着糖葫芦去外面吃 等小女孩一出门 两个人就开始你弄我弄起来 接下来就是大家都不爱看的场面 可谁承想 这时 道士又突然闪现回家 小女孩赶紧大喊着 给屋里的人通风报信 刚忙完的妻子立马心领神会 领着孩子就走出了道观 用矫直的想 自己都变成了呼伦贝尔大草原 道士怒了 不仅直接把徒弟变成了一头猪 还烹饪成了美食 原来道士每次处游 都会带回了一个徒弟 而上一个徒弟 就会因为师娘变成一头猪 所以每次到时吃猪肉 她都会痛哭不已 这个女孩的裙子 被闺蜜故意夹到了车上 下一秒 裙子直接就被出租车带走了 闺蜜赶紧拿一件T恤给她换上 又趁机往女孩的简历里 塞了些神秘的东西 原来今天 她们要一起面试一份 年薪百万的工作 为了表现出对女孩假意的关心 闺蜜叫女孩第一个面试 她出口看到女孩后 却特别的不满意 因为穿休闲装来面试 就代表着对这份工作并不认真 这还不是最惨的 更惨的是 女孩的简历里还夹着她的比基尼照片 这下主角彻底怒了 把女孩赶出了办公室 想留在这里 就只能做些清理垃圾的工作 而闺蜜则通过自己的巧舌如簧 轻轻松松的获得了这份年薪百万的工作 可她却对工作内容一窍不通 每天不是在化妆 就是在化妆的路上 更无耻的是 她还叫闺蜜帮她完成自己的工作 傻了吧唧的女孩还一直被蒙在鼓里 不一会儿就完成了所有内容 幸好这一切被一位老人发现 她立马就把这份完成的稿件 拿给了主管看 还叫闺蜜解释一下内容 可闺蜜却回答得屡存不对妈嘴 这可把主管气坏了 当即开除了她 女孩也终于了解了一切 但她并没有恨闺蜜 甚至还想要帮助她 可闺蜜却根本不领情 下一秒 这真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个80岁的老太太 爱上了20岁的小伙 这把老头气的 心脏直接就不想跳了 没有了约束 老太太迅速闪现到了大街上 到处寻找真爱 看到她赶紧发送沟头保护 否则她就会嫁给你 直到这天 她碰到了个神秘的女人 女人告诉她 要想找到真爱 就必须要烦老环童 我想 为了得到秘数 老太太跟着女人 又闪现到了个诡异的房间 原来这是一种神奇的阵容液 只要在里面泡上个24小时 就会立马重返18岁 老太太也不管有没有诅咒 就直接跳了进去 在女人猙獰的按压下 老太太真的变成了18岁 她高兴坏了 这下她终于可以找到真爱了 于是疯了似的跑到大街上 逢人就问 神经病吧 可就是找不到 就在她绝望的时候 转头就撞到了一个人 天呐 她正是照片里的男人 为了怕男人跑了 老太太直接就拉着她去买戒指 可老太太刚选好戒指 男人的胸口就一阵剧痛 原来为了满足老太太的心愿 老头找到了那个神秘女人 让自己必须要重返年轻 可代价就是要付出十年的寿命 老头想都没想就跳了进去 只为了再娶女孩一次 但事实上 老太太也获了绝症 并有严重的老年痴呆 只记得老头年轻的样子 老头为了满足老太太的愿望 付出了十年的代价 就只为了这一刻 因为四十年前 老头只是用了一枚可乐的拉手 就娶了女孩 这次要用钻戒再表白一次 若爱有来生 我还想遇见你 三个仙女正在晒太阳 结果却有人说肚子痛 于是她抬起屁股 打开拉链 居然从里面掏出了一根六斤重的黑棍子 也就是她的爸爸 原来在未来世界 人类都不需要拉爸爸 只需要进行简单改造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排泄 一种无色无味的黑色铁棍 但就这么把小铁棍拿在手里 我怎么看着都还觉得恶心 你们觉得呢 阿珍就是不想改造的一类人 可她和男朋友约会 刚探讨完今天吃什么 男友就突然感觉肚子一阵刺痛 结果就不二下 掏出了个铁棍子 我的妈呀 阿珍高小兔 结果男友又掏出了一根 还全部放到了餐桌上 原来就在几天前 男友也做了这项手术 导致阿珍连饭都没吃 就跑回了家里 到了晚上 男友突然借着酒精壮胆 想要和阿珍求婚 结果她一边深情表白 一边却把手伸进了裤兜里 你是不是以为她要掏戒指 下一秒 她就掏出了一根铁棍子 也就是她的爸爸 此时我觉得全世界都欠她个大嘴巴子 阿珍被气得肚子剧痛 刚想要去卫生间 却发现这里已经被男人改成了艺术实验室 没办法 阿珍只能去外面找公厕 结果公厕也被全面禁用 阿珍疯了 眼看再不改造 自己不仅结不了婚 就连排泄都成了问题 她也只能妥协 隔天她就去做了手术 而且很顺利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阿珍就掏出了根铁棍子 没过多久 她就幸福的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可万万没想到 新婚之夜 两个人高想甜蜜一下 男友突然就站了起来 你猜发生了什么呢 如果真的有正向技术 你愿意做吗 愿意的扣一 不愿意的扣二 这是一个无人敢招惹的外星勺子 呆蒙无辜的表情下 还藏着一个恶毒的第三只眼 只要她睁开第三只眼 距离近的生物都会化成灰烬 所以没人敢靠近她 就连飘过来的陨石都急忙躲开她 她极度的孤独难过 突然她看见了美丽的星球 久久不想离开 于是她睁开了第三只眼 透过大气 透过云层 竟然看见了地面上 长得和自己一样的勺子 他们被摆放在不同的地方 她高兴极了 使出了超能力 她眼中的那个勺子 居然飞了起来 随后 无论是吃饭的勺子 还是约会的勺子 都飞了起来 就连天驱预报 也都是勺子在飞 他们都被外星人吸引到了自己的身边 人类开始讨论勺子究竟去了哪里 作为每时每刻 都要用勺子来进食的他们 不得不加工更多的勺子 可新鲜出炉的勺子 天生的力量越来越大 天花板都砸出了一个勺子洞 这时一个好奇哥抓起了勺子 瞬间就被带进了外太空 她看见外星勺子后 赶忙拿出手机拍照 这时勺子外星人又开始发动了超能力 将地球上的勺子 汇聚成和自己一样大 她终于有了自己的同伴 随后就向着宇宙深处飘去 好奇哥这才意识到自己现在的处境 她大喊外星人 外星人回头看了一眼好奇哥 还邪魅一笑 随后好奇哥就大起了肚子 原来外星人留给她一把勺子陪伴她 不得不说 这简直就是那个电影勺子杀手的客星 但如果你发现了有三只眼的勺子 可千万不要盯着她看 万一瞅怀孕了呢 完了完了 你看 她已经看见你了 这个玩具一定是疯了 她居然和小女孩叫起了劲 小女孩投球 她不让 小女孩打拳击 她也不让 无论做什么都拼命的阻止 原来玩具是这个游戏厅里最强壮的豆黄 却被这个小女孩看上 小女孩想要兑换她 但武士看到小女孩的装饰 就十分恐慌 一旦被小女孩带走 不仅要装饰成粉色 还要吃小熊饼干 那肯定生不如死 还好自己的兑换积分很高 小女孩没有那么多兑换券 但小女孩不死心 她掏出硬币 跑到滚球机 一顿凶猛的输出 兑换券就呼呼的上涨 这可把玩具急坏了 她马上跑过去 死死的抱住了控制轮 小女孩失败了 她又来到了投球机 每投一次 玩具武士就出来阻止一次 显然很有效果 小女孩又失败了 眼看就剩下最后一枚硬币了 为了心爱的玩具 她只好一搏 选择最难的力量拳击 只要打出暴击 就可以赢得500兑换券 但有玩具武士的阻碍 小女孩怎么都打不动 小女孩怒了 她撸起袖子 决定来个致命一击 这时玩具武士 看见了小女孩的勇猛 原来和自己想的不一样 正是自己喜欢的女汉子 可还没等玩具反应过来 女孩已经出击 玩具武士被打飞 直接暴击出了500兑换券 小女孩高兴坏了 可玩具却在掉落时 碰断了电源 机器瞬间熄灭 小女孩失望透了 背起书包就要离开这里 玩具武士拼命的 想要接通电源 这次她希望小女孩带走自己 就在小女孩刚走出电门时 机器又一次响起 小女孩得到了足够的点券 她也终于带走了玩具武士 这个男人突然发现 自己的脸没了 镜子里居然是自己的后脑勺 他反复尝试 却还是后脑勺 男人懵了 难道是这镜子成精了 于是他用手试了一下 这也没问题呀 接着他又赶紧拿来一把照耀镜 那就是左照右照 也全是后脑勺 就是后脑勺 暴到的男人怒了 拿起板砖砸向了镜子 结果啪鸡 反弹的板砖 却把男人也砸进了浴缸里 这也太倒霉了吧 男人挣扎着起身 却发现镜子更诡异了 里面居然是个黑洞 他上前摸了一下 妈呀 这镜子还泛起了水泼 这些男人更懵了 他赶紧拿起镜子准备扔掉 结果一头就扎了进去 男人十分好奇里面藏着什么 于是他又把头全部扎进了镜子里 这里不仅是八千米的海地深处 而且好像有人沉了下去 男人被吓懵了 他再次拿起镜子 照自己的脸 却发现这下更惨了 自己连后脑勺都不见了 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 男人决定下去 把那个人救上来 结果爬了奇迹四十九个小时后 男人真的拽上了个人 但奇怪的是 这个人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两个人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打在了一起 又过了六个小时后 男人终于决定 原地和自己和解 他也终于照回了自己的脸 据说现在手机电量相同的人 都会成为好朋友 我的手机电量是百分之二十 那你们的呢